开始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个荷兰的 关于产妇生产时的电剂止痛描法 当时实际使用的时候 是把这四个电片 电在产妇的背部 然后据说可以缓解疼痛 但是为了提前感受一下 这晚上有没有电 所以说呢 助产师让我先试一试 就电在我手上 据说有十个等级 我给大家分别测试一下 是什么感受 第一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呢 感觉就是跟你不小心摸了个电线 那没有那么严重 能感觉到明显这个地方有 就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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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频率的一个震动 差不多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点麻 你感觉好像不是真的物理上的震动 是有一点点电流 但是并不很奇怪 感觉像是一个很强烈的手机 在你手上震动 四个手机同时震动 OK 第二打 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真的是 我用尽全力让我的手不动 如果我不控制的话 我的手就是会这样抽动 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电流 已经影响我的这个肌肉控制系统 因为神经的传导本身也是电流 它有点 真的假的 对 它有点confuse我的手 OK 这是第二打 我的妈呀 我有点担心 我摁的时候 手一抖 一摁到这一张 来试一下第三打 这个是有点痛啊 表演不要这么夸张好不好 真的 快速到第四打了 需要一起跳舞 这是第四打 我手是完全控制不住 我有现在的感觉 现在感觉跟锅电量差不多 第五打 老婆 你得帮我一下 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按这个锅 我真的 我现在关都关不掉 来 你帮我按吧 别按了吧 没事 试一下 总共十打 你快速的按一下第十打 第六打 第七打了 第六打 第六打的感觉真的是有点痛 第六打的感觉就是说 能感觉到明显在被电 而且幅度频率是一样的 但真的是强度会高很多 第七打 第七打有点痛 但是呢 比较好像什么呢 它痛直痛手 它真的不痛你别的地方 但是我现在我感觉 我的胳膊上面的部分 也有一点点感觉 但主要还是痛你摁的那个位置 就是你站在这个位置 第八打快 我觉得我现在 如果我非常努力的控制 我还是可以保证 我基本握拳 但是你就看 我的肌肉还是不经济的 在不经济间的抽动 这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但如果张开手 真的就很难控制 你感觉你的肌肉就这样 在收缩 来第九打 老太说 我已经不知道 第八打什么感觉了 就有什么区别感觉 就是更强烈 感觉你的手 好像随时在被放击 第十打最后一样 这个练指挥的人可以试一下 我跟你说 你每天刚才搞一搞 你的动作会很标准 差不多 差不多 包括剪回去 剪回去好痛 现在可以回到第一档吗 嗯 第十打之后调第一档 你几乎感觉不到第一档 你感觉就有一个人在 我轻柔的安抚着你的胳膊 哦 好挂了挂了挂了 等一下 好停 结束之后呢 你感觉 你感觉因为刚才剧烈的抽搐 以至于雪都往你这边涌 手上涌 我现在感觉 手的温度比刚才会凉一些 突然雪就回去了 那种感觉 然后有一种酸的感觉 有点像是你 连续投了 二十个三分球那种感觉 就是手掌很无力 因为你手刚才 其实你前臂的肌肉 一直在很用力的抽搐 这么说我倒真的有点相信 当年李小龙可能是用 电击的方式来 刺激自己的肌肉 因为其实这个电击的过程当中 我的胳膊 我的前臂的肌肉 真的在剧烈的 它要那个频率去收缩 某种程度来说 可能会提高肌肉的收缩强度 maybe 但是非常不建议使用 然后我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东西 哇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种凝胶 它可以很好 跟你的肌肤接触 但是 虽然我刚才被垫了 差不多一分钟 但感觉好像 也没有什么痕迹 这个地方是我昨天打拳的时候被打的 没关系 你看这边也没有 OK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从 从这个 如果从缓解剧烈疼痛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可能真的会有方便 因为其实它起到的一个主要效果 就是帮你不断地按摩你那个地方肌肉 让你肌肉一松一紧 一松一紧 这就是按摩的一个原理 只是用电脑的方式 让你的肌肉自动的被压 而不是被在外力的情况下去挤压 它是自动的收缩 来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 那就是 卡 还可以 你